国防部推出更多奖励措施 以进一步肯定战备军人和内政群鹰战备人员 对我国防卫所做出的贡献 国防部高级政务部长王以康在国会中宣布 从4月1号起 回营授讯期间表现最好的30%战备军人 可获得100元或200元礼券 在这之前 只有一成的战备军人可获得100元礼券 另外战备军人结婚生子也可获得100元礼券 王以康强调 国防部重视并会尽力确保服役人员的安全 如果服役人员受训时不幸发生意外 当局会给予适当的赔偿 在2016年后 我们将会增加最基本的 生活业务业务保护 给国际服务员 从SAF、SPF和SEDF 这将将全职业务业务 每个服务员都会允许$150,000 专业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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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另外当局会确保国人在完成国民服役后 尽早开始接受战备军训 以尽早完成训练 减低对他们家庭生活和职业发展的影响 每个人都会屁成核毫 我一个人都会有疑惑 我们 nog的确实amo 我们下厚